苗栗仙院里这一家餐厅 昨天深夜传出火警 紧销迅速到厂江火势扑面 就在收拾装备的时候 有一名旅姓一销惨遭酒驾车辆撞伤送医 肇事的驾驶酒侧值高达1.0 另外在台中市北区一间 知名百货附近的公寓 清晨六点窜出了大火 包含五名住户还有两只狗狗 在救灾人员的协助之下 惊险逃生 一种商圈附近的公寓 窜出浓烟烈焰 附近民众金箭赶紧协助报警 因为里面还有住户受困 一开始开始它上面都浓烟 过五到十分钟 里面就火全部都爆出来了 他们也即时赶到 就把大火延烧 消防人员立即拉雪线灌旧 同时使用破坏器材 进屋内引导物名住户 和两只狗狗下楼 索性都没有大碍 在我房间烧烈了 烫到头吗 一开始就有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只是说不知道为什么 下去看才听到他在呼救 二十二清晨六点多 北区知名百货公司 对面的公寓二楼 突然窜出大火 住户们都从睡梦中惊醒 消防人员半个小时内 扑灭火势 初步研判起火低点在二楼的房间 详细的起火原因和损失金额 有待调查理清 另外十九号深夜 在苗栗县院里镇一间餐厅的厨房 也窜出大火 警察人员货报立即拉水线灌旧 确认没有人员受困火场 迅速将火势扑灭 怎么也没想到 大家在收拾装备时 突然一辆车冲进管制区 撞伤之在收卷 水袋履新易消 伤者进行送往医院 索性经过X光检查 只有肌肉挫伤 没有骨折情况 而闯下大货的菜心招式驾驶 经过警方酒测 酒测值高达1.0 喝到这么忙 居然还敢开车上路 当场被上告逮捕 接下来的观众 杨栋家民 张欣杰台中苗栗 综合报道